11月的時候我去人生第一次的中國 我真的是超酷炫 那我去了惠州跟深圳 那主要去的目的就是為了去規劃一下攝影棚 就是格局啊 然後要怎麼規劃攝影棚的空間啊 因為場地非常非常的大 那就是找我過去看看 要怎麼規劃攝影棚會比較好 然後也順便開了一下器材單 反正就是去幫忙開心 那我們也去看了一下風景啊文化 反正那個影片我會放下方連結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雖然是有一點無聊啊 因為我不太敢亂放東西 我怕會被檔消失 所以就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啦 沒關係